记者吴婉亭台北报道 经典电视剧麻辣先师电影版王牌教师麻辣 初级今公布钱包海报 王牌教师歇足舞一身棒球装 手持球棒和穿着必顺的领美袖站在一起 两人后方率领的棒球队 却仅以背面保持神秘感 其中后方两位坐在板凳上 背号是问号及惊叹号的球员 被网友键盘推敲 昔日麻辣班比特别演出 导演张哲书则卖关子回应 这是为了剧情安排的伏笔 请网友近代上映时揭晓 麻辣先师于2000年推出 在当时掀起热潮 拥有极高人气 不少大明星都曾演出过 包括颜承旭 蓝正龙 安乙轩 霍建华 林又威 朱孝天等人 也捧红主要演员 蝌蚪张善为 吉纳林丽菲 Money拍微博 小梦饭小饭等人 如今推出电影版 粉丝也纷纷敲碗 想看老班比再度演出 电影版王牌教师麻辣 初级描述一位自我放逐的 王牌老师磊哥 谢祖武士 在他的带领下 充建充满颓迷已久的 高中棒球舍 彼此间互相打气 互相扶持的故事 女主角林美秀在拍一场球赛戏时 被一记球速120公里的球 击中右手手肘 肿痛到手无法举起 但静夜的她短暂休息与冰敷后 随即又投入拍摄六小时 直到收工才赶紧去看急诊 打止痛消炎针 有趣的是 林美秀在等待治疗时 还被其他病人认出 推着轮椅来要签名 但她只能指着右手打去说 我现在没办法动耶 索性她照了X光后 没有伤大骨头 打了消炎真隔天就像没事一样 林美秀的敬业态度也让谢祖武感到尊敬 美秀不顾自己的伤痛 坚持起来要拍 与电影里描述的坚持 永不放弃的精神不谋而合 该片预计今年暑假上映 林美秀拍片期间 不顺被球击中手臂 她竟夜忍痛拍戏六小时 红西娱乐提供 王牌教师麻辣初期宣传海报 埋下伏笔 疑似暗示老班底回归演出和成图 红西娱乐提供